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做出重要指示强调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以双碳工作为引领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 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习近平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 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身体力行久久围攻 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15号 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活动开幕式 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 丁薛祥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 决心之大 力度之大 成效之大 前所未有 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 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 新时代新征程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要持之以恒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站 深入打好蓝天 避水 净土保卫站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 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 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坚持山水 林田 胡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 持续性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 做到在发展中降碳 在降碳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 要以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传播 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 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推动形成人人 世事 时时 处处 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 2023年6月28号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定 将8月15号设立为全国生态日 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联合中央宣传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 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主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